汽车发明以前,人们的出行工具都以罗马为主,不知道这是不是摆拍,途中这位朝鲜贵族出行实在奇葩,不知道他是怎么上去的,这四个教夫是一刻也不能闲着,否则叫上被人摔得很惨。 在清朝末年的朝鲜,穷人基本上都是徒步,可能是由于山地较多,独轮车也很少,有钱人家的小姐坐的轿子,只不过底盘有点低,罗马车,这是清末中国富裕人家的出行方式。 相对贫穷一些的老百姓,用的最多的还是独轮车,即便清朝官员出行在角的试用上,也是严格限制,李鸿章在不上朝时候的便装出行。 慈禧太后的出行,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排唱很大,宫女太监成群结队,隆重为言。